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这个视频和各位分享一下关于视频压缩的经验 以我的视频课程为例 我的课程大部分都是在苹果电脑上录制的 用的软件叫Screen Follow 一般课程时间都是五分钟左右 导出的视频文件格式是MP4的 大概200兆左右 视频的码率我选择的是4兆 视频分辨率是1920×1200 和1080P差不多 只不过高度比1080多了120个像素 关于分辨率我要解释一下 我的视频教程主要画面都是电脑桌面 苹果笔记本的桌面的分辨率是2560×1600 这也是采集分辨率相当于2K 最终生成的目标分辨率是1920×1080 在输出的时候要进行75%的缩放 目的是为了兼容更多的1080P设备 就算是进行了75%的缩放 它的宽度变成了1920 但是高度是1200 比常规的1080还要大一些 这是因为苹果笔记本的屏幕 它的比例是16比10的 而常规的显示器是16比9的 根据我的经验 国外的油管网站 还有我经常用到的那个网易云课堂平台 它自动会把我保存的这个1920×1200的视频 自动转化成1728×1080像素 这种视频网站以视频的高度为参考 它的高度固定为1080 视频高度从以前的1200像素变成了1080像素 为了维持视频正常比例 宽度会从以前的1920变成1728像素 我估计这是视频网站 为了考虑兼容性才做的操作 一般显示设备的分辨率高度都是1080像素 甚至大部分手机的分辨率 那个宽度也是1080像素 这样设备在播放视频时 就是1比1原生的点对点 不会产生缩放 它在用户播放视频之前 视频平台直接转化了分辨率 开头就讲了这么多的技术细节 估计很多人听着会晕 我直接先扔一个结果 我有一个wordpress免费基础课 里面有14个视频 这14个视频都是用苹果的那个screenfollow软件输出成的MP4文件 这些文件打包在一起 总容量约等于1.8GB 但是经过我的视频压缩之后 还是这14个文件 它们的总大小是不到500Mbps 从1.8G变成了500Mbps 砍掉了几乎三分之二的容量 压缩前后的视频 画质质量变化大不大 绝大部分的画面和压缩前是一样的 很清晰 声音也没有什么区别 这被删掉的三分之二的容量是什么 压缩后的视频 与压缩前的主要的区别是画面中的移动元素的质量下降了 这是压缩之后的 压缩后的视频与压缩前主要的区别是画面中移动元素的质量下降了 比如鼠标在移动交互时对应的图片或者按钮发生了变化 这个变化的区域可能会产生模糊或者是不清晰 还有就是画面快速移动 比如快速滚动网页的时候 网站的内容特别是图片内容容易模糊 如果是正常速度滚动网页 速度不是那么快画面还是比较清晰的 因为我的课程在讲解时画面基本上都是固定的 就算是有移动也不会经常移动 所以为了砍掉这三分之二的文件容量 我觉得这点画质损失还是值得的 其实我在用ScreenFollow这款软件在输出的时候也可以选择码率 如果码率选的很低 画面在快速移动时也会糊掉 当时是为了保留更多的细节和画面质量 才选择容量比较大的4兆码率 我的视频内容砍掉了三分之二的空间 如果你的课程或者视频画面基本上都是固定的 比如是针对一张图进行讲解 画面几乎不怎么变化 这种视频还可以压缩的更狠 得到的文件尺寸更小 但如果你的视频是游戏风景或者影视剧之类的 画面内容很复杂 移动变化也比较多 我估计会得不到太好的压缩笔 但是压缩原理都是相通的 多少会有一些用处 希望能找到适合你的压缩参数 关于具体的压缩步骤和细节 后面会详细讲 这个视频先开了个头 下个视频再和大家分享我为什么要做视频压缩 那么我们下一个视频见